我认为乔丹普尔未来肯定是有大前途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看你一个名球员的 是不是越强越强 就这属于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属性 就越打强对我越好 这些打灰熊熟识的曼兰特 是已经双杀利拉德了 再找那伙对标米切尔利拉德也赢了 对标其实对加兰 当时乔丹普尔 就联系他们这些核心后掌 顶级后掌基本打了个片 谁也不许这乔丹普尔 你说未来你像这小孩 能没有前途吗 很多人还诟病乔丹普尔 这一点不知道诟病 首先一点 今年啊在勇士队内 乔丹普尔的这个得分效率啊 是高于克莱汤姆森的 防守跟克莱汤姆森 是他俩基本一样 因为汤姆森现在这个防守 也不那么出类把碎 乔丹普尔防守现在不是个漏槽 进攻效率他比克莱汤姆森高 仅就得分效率来讲 更何况克莱汤姆森没有传球 乔丹普尔是有助攻的 你说他俩谁这个 对于球队的意义更大 那都不一定 再结合很多硬仗 乔丹普尔他也能上场 对表对方核心一号位 很多这种比赛 乔丹普尔拿下来 普尔也挺横 现在啊 好啊 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